据他所说,新名字是妈妈帮忙选的 而之所以改名,就是希望能为自己带来新气象和新动力 并改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看见带来新气息的他,网友们也纷纷留言祝贺 并期盼他能再次回归8年到 他曾表示自己每10年就有一次大转变 爱上歌的他先是在新加坡当过主持人 后来才回到台湾,成为民事本土剧中的当家小生 而当年远赴新加坡发展时,他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姻 妻子是小他4岁的陈惠文 之前上节目的时候,他曾说,两人在婚前就已经争吵不断 有一年妻子带儿子到台北陪他还度圣诞节 袁晓借此从头开始的他,后来却发现双方价值观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当主持人问具体是指哪一方面时 他却淡淡地回答,这是家事,不方便公布于众 不过外界人就传出过不少消息 据知情人透露,他对妻子任职外保注册结婚 结婚三年后,两人才对媒体坦承结婚的事实 而当时儿子都已经两岁了 在婚姻被公开之后,王建福曾出面说 结婚保密是不想事业受影响 也不希望家人因此平白遭受烦恼 待到最后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时 他在受访中坦言 妻子已经给他寄去了律师信要求离婚 并希望他把孩子抚养权和屋子都给他 面对媒体的一再追问,他也体贴道 妻子与儿子都是普通人 希望不要因此而受到莫名的骚扰 而且不断强调儿子是最无辜的 父母都很爱他 而陈惠文则在受访时表示 称自己是为了减少家庭负担才出门工作 并不是要故意惹丈夫不开心 还说自己都能体谅对方在台湾的工作 不了解他为何不能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 另外当时还有传他与同居的女性郑仲英有过暧昧 而谈及出归绯闻 他主动澄清两人来说非常不公平 现如今他的儿子目前随母亲仍住在新加坡 他则因拍戏常年在台 但据媒体报道 他当时也曾说 还是希望能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 因为他的家人也可以照顾儿子 为了表示照顾儿子的决心 甚至还说拍戏时也可以把儿子带在身边 儿子做什么他都可以陪伴 这房子会否给妻子 他只说会让律师处理 后来他的确陪伴儿子多年 可以说儿子是他行中的软肋 也是他努力打拼的动力 由此他还特意从剧组请假 多陪了儿子几天 没想到儿子突然对他说 爹地谢谢你今天陪我 在听到这句话的当下 一度让他感动到眼泪都快流出来 而结果婚又有小孩这件事 导致他后来在追求爱情时逐多顾虑 而且内心也不敢强求 对此他还解释说这是同理心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但他也并没有把话说死 其实他在离婚之后 曾和白家琪在本土剧中多次组成一幕情侣 两人在西外也传出绯闻 在记者会上还被询问过在一起的可能性 两人都表示不可能 因为彼此个性太像 没有任何爱情的火花 但是仍然还是有不少人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直到白家琪被爆昏讯 大家才惊觉原来新郎不是他 对于记者的追问 他笑说当然是要祝福他们 也说见过新郎 信仰对方是一个斯文有理的男生 此外拍戏投入了他 跟王童也曾以忘形拉折而引发爱成怒火 对此他奇妙淡写 仿佛从未发生过 还说自己跟他们太熟 像家人一样 只有亲情 没有爱情 被问到拍戏时 有没有行动过时 他则承认 站在角色角度 当然会行动 而且感觉来的时候 还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但下戏就可以完全收住 而真正能够把持住的原因 就是自己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他还透露 因为觉得出门多靠朋友 所以宁可多个贵人 也不要敌人 他和异形好友们向来和乐融融 私底下常会打闹 到最后连姐姐都要他熟一点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而事实上 他也有对象 是同为本土剧演员的苏彦佩 如今对方也是民事的当家花旦之一 两人相差足有12岁 2017年的时候 两人合作拍摄了幸福来了 随后爆出恋情 当时苏彦佩曾大赞 王建福的暖男行径 露过他的芳心 也让他很有安全感 尽管王建福曾离过婚 彼时还有个念小学的儿子 但他毫不在意 趁着不会成为两人的问题 自己和南方小孩聚餐过 相处非常融洽 小孩子也非常喜欢他 但他的家长却一直不赞成 也是因为很少有人看好 所以双方起初 并未对外 坦诚恋情 直到前不久 他在出席公益活动时 被问及感情状况 突然尴尬笑称 自己现在单身 他也和王建福恋爱五年后 早已退回朋友的位置 但也强调双方是和平分手 并未娇恶 而且现在人会约在一起吃饭 也会结伴逛商场等 是以好朋友的身份在相处 他还提到几年前 曾以玩笑话试探另一半 问对方要不要去公正结婚 没想到王建福竟表现得非常害怕 这种回应也让他瞬间傻眼 更是无形中被破了盆冷水 也意思种下心结 但他随后又说 其实结婚就是一个念头 因为发现身边的姐妹们都有好归宿 反而自己孤零零的 难免感到低落 但妈妈却一直对他说 不要太早嫁人 因此目前也以事业为重 感情就先随缘 不会刻意强求 而在王建福的眼中 索彦佩是个很好的女孩 他还照例说出那句 让人耳朵长俭的老话 称 大家都是为自己的神活大拼 所以各有各的考量 谈及是否是双方父母不同意的原因 他则说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还坦言又见过苏家爸妈三次 但是刚好碰到而已 并不是有意见家长 而说到事业中的他 其实算是一位被演戏耽误的歌手 因为夫妻早年曾经营歌厅秀 会邀请杨烈 崔台青 费雨青等艺人来演唱 当时他才五岁左右 就会坐第一排听这些歌星们唱歌 从小耳濡目染之下 他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也曾签约过宝丽金 玻璃佳音等唱片公司 但机运不佳 连发一张唱片的机会都没有 这才放弃歌唱事业 转而到其他行业寻找机会 但是每次说到这段经历 他最难过的不是放弃唱歌 而是总让他回忆起 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他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每一次的表演 都是献给罹患血癌的父亲的 因为父亲会看电视帮他加油 所以希望通过自己 不但突破的自我挑战 让父亲燃起希望 不过后来有次录影时 他的神情显得特别沉重 原来是父亲的病情如渐恶化 但见了他仍展开笑容 演唱改编的摇滚版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不料他的父亲后来 还是不敌病魔 与世长辞 孝年78岁 父亲的去世也让他悲痛不已 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八点档的演出 那时的他在不影响工作进度的情况下 处理了父亲后事 也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 并哽咽到未来会更努力进行演出 以感谢父亲一直以来 对他进入演艺圈的支持和鼓励 拍戏多年 他也受过多次不小的伤 据媒体报道 当时他因为角色需要 必须起重机拍戏 其中一个场景位在斜坡 而且又要回转 结果机车却突然大滑失控 整个人瞬间飞了出去 在遭逢事故的当下 他担心脸部迫向 靠着先前学过的一点动作技巧 在着地前翻了身保护头部 但因为胸部撞到机车龙头 落地后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半边身体还没有直觉 膝盖则是血流如注 他形容当时脑袋瞬间闪过 人生跑马灯 随后便被工作人员紧急送医 照顾X官后 除了左腿膝盖外伤肿胀外 胸口肋骨也挫伤 医生说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有胸闷的状况 而且那段时间只要身体动作太大 就会引起疼痛感 睡醒也不能直接起身 需要慢慢康复 索性后来也成功养好伤 而再多拍戏也更加注重保护事宜 从一多年以及年满45岁的他 依旧保养得宜 今年除了努力拍戏外 也积极投入餐饮事业版图 另外他将会在明年播出的 八点到美丽人生中出演 此消息也是要粉丝期待已久 相信他凭借踏实肯做的敬业之心 一定会在饮食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也希望他能尽快迎来合适的另一半 开启崭新的幸福身体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嘴 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对餐馆这种环境 卫生绝对是第一要务 别说无惠的东西不能有 就连普通的泥巴 都会让人在吃饭时看到行又不适 但有人偏偏对此毫无底线 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破分 近日有媒体报道 出道20多年的王建富 两年前和好友合开日式餐酒馆后 经营的有神有色 怎料餐酒馆突然遭人恶意破分 让目击者一度下惨 据了解是一名女客人与破分者 有金钱上的纠纷 所以爆发冲突 进而让王建富及其残酒馆惨遭迟雨之殃 对此他的经纪人回应 这件事已经发生好一段时间 且已圆满解决 纯粹是顾客私事 竟能再次向当天在场的顾客道歉 而王建富见到媒体关心 还有点吓到 不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 向各界说了谢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建富 先前还改掉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当初王建富的本名是外公去的 原本不应该改名 但后来遇见一位大师 这位改名有助于他的演艺事业和商场发展 随后便在妈妈的同意下进行修改 而且王正富这个新名字就是妈妈去的 更名之后 他希望对生意和演艺事业都能有另外一个效应 能有新的开始 果然他才改名 马上就有金主表示 想投资他的茶艺事业 因此未来除了台中之外 可能还会在高雄和屏东设定 而在改名之前 他的人生路的确走得艰难 王建富曾透露 他天生因为牙齿咬合不振 有点小糊涂 小时候还曾因在浴室洗澡摔跤 导致整个下巴撞到浴缸受伤 医生后来判定他撞击造成脸歪 左脸颊较长 当完兵后 他在亚洲选秀大赛中 获得冠军进入新加坡演艺圈 也决定去做牙齿矫正 初期先戴牙套 但矫正完 发现后排牙齿仍无法咬合完全 于是在医生建议下 花费40万 进行了所谓的症额手术 至今他回想起那段手术过程 人就很害怕 当时 正张嘴巴被撑得很大 手术持续了整整10个小时 医生还要他天一个像是神死状的东西 因为嘴巴中围有神经和血管 未来有可能会有落下永久麻痹的后遗症 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愈合后他的整个脑袋就像是竹头 嘴巴和下巴到脖子都肿得黑青 整整4个月只能喝牛制食物 最终体重整整掉了10公斤 而且心理上也备受折磨 总是会担心回不到以前的样子 之后他在医生的建议下上了行李课程 常常出去看绿色或者看大海 否则很容易有负面想法 此外 因为不能进食没有营养 所以他必须把所有食物 搅碎后再喝进去 喝到后来连喉咙都会痛 但笑容之后他说 自己看了镜子都觉得焕然一新 并不后悔做了这个手术 现在的王建傅阳光帅气 也说自己不排斥真心 毕竟仍为月己则容 但自己除了正恶手术之外 没证过别的 平常都是靠运动健身 打咏唇拳和吃得很健康来维持年轻 值得一提的是 前些年的时候 王建傅在排斥一场 狱中哭倒的戏份时 静夜的他用力往下跌 结果造成手肘和下板擦伤 起初并不在意 直到化妆师拿着镜子照 他才发现立场灿崩热度 还有一次是其重击排斥时 其中一场戏的场景 位在陡江坡又要回转 没想到机车不慎跌入离天 身体飞出去后 他担心脸部破相 便靠着行情学过的动作技巧 在着地前翻身保护头部 但还是因为胸部撞到机车龙头 导致落地后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半边身体还没有直觉 膝盖则是血流如注 这次他形容到 脑袋瞬间闪过人身跑马灯 工作人员将他紧急送医后 幸好并无大碍 经中西医治疗后 虽然一开始做大动作 还是会痛 睡醒也无法直接起身 但随着日子一久也就慢慢复原了 而这些经历也足以见得 他为了排后戏有多拼命 说到感情一事 他2017年因为和苏彦佩合作拍名 是幸福来了 爆出恋情 当时苏彦佩还大赞 他的暖男行径 露获了自己的心 也让他很有安全感 尽管王建傅曾离过婚 还有个念小学的儿子 但苏彦佩并不在意 始终表明这不会成为两人的问题 自己也和南方小孩聚餐过 相处十分融洽 不过后来苏彦佩在出席公演活动时 被问及感情状况 他却尴尬笑称 我现在单身 他也和王建傅早已退回朋友的位置 只是现在仍会一起吃饭 他提到几年前曾以玩笑话询问王建傅 要不要去共争结婚 但没想到王建傅竟吓得当场杀眼 沉默一对的回答 也无形中给苏彦佩泼了盆冷水 并因此种下心结 但苏彦佩说 结婚其实就是一个念头 因为他发现身边的姐妹们都有了好归属 只剩自己一人古零零的 难免会感到低落 不过他的妈妈却总是对他说不要太早嫁 因此目前就协议事业为重 感情的事情则随缘 对于分手一事 王正傅则为夺谈 他仅称赞 苏彦佩努力工作养家很不容易 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也表示未来的事情很难讲 但有了好消息 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 他还曾和白家戏 王瞳等女性排戏传出绯闻 也在《爱神出任务》中和李玄荣打过戏 当时听说李玄荣没任何恋爱经验 他便以格格的心态和李玄荣对此聊天 慢慢了解到彼此的习性 更称大家合作非常愉快 在剧中算是和他进一步谈恋爱 不过他也否认和合作过的女艺人传出绯闻 表示在某个角度上 可能剧组需要一个宣传点 另外可能观众看戏太投入 无形中希望凑对 另外还有传他与同居的夜市人生女星 郑仲英有暧昧 对此他则澄清说 完全是虎别乱造 根本没有这回事 而且郑仲英是有男友的 这样传对两个人都不公平 而提到他的前一段婚姻 其实也不过是四年之久 2013年和前妻离婚后 两人共同拥有儿子监护权 而为了好好照顾儿子 王建复还在新店买了一间上千万的学区房 但他仍旧对于这些年忙于工作 携少陪伴儿子而觉得亏欠 回忆节有次 儿子以小大人口吻问他 你做这份工作开心吗 当听到他回答又爱又恨时 儿子就说 不开心是不是因为不能陪他 开心是不是因为有钱可以卖房 此话瞬间 让王建复觉得儿子十分聪明 而且贴心又早熟的儿子 还曾在瞬间对他说 爸爸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谢谢你 让王建复至今仍感动不已 同时他也很感谢姐姐帮忙照顾孩子 才能让他无后顾之忧的工作赚钱 不过一旦看到儿子沉迷游戏 他也会瞬间失去理智 但一想到儿子也会一样发葫芦 模仿他的动作 于是他又忍住脾气 转而耐心地开到儿子 事业方面 先前离开民事的王建复 已经回复了自由声 正在找适合的经纪公司 而比较鲜为人知的是 其实他家学渊源 他的爸爸早年曾经营好莱坞歌亭秀 邀请过杨烈 崔台精 费玉清等艺人来演唱 王建复当时才五岁 就会坐第一排听他们唱歌 因此耳濡漠然之下 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也曾签约 保利金 伯利加音等唱片公司 他也遗传了父亲的好人员 在新加坡主持节目成人杂志 认识了各行各业的好朋友 在新加坡发展了十年之后 回到台湾 便从民事重新开始 不同的角色磨练 也让他迎来事业高峰 顺利继生一格行列 他还表示 自己这些年一直想尝试 不同类型的角色和平台 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不同的一面 现如今 他的戏一步接着一步拍 演艺事业之外的残影副业 也十分不错 之前清酒吧的生意 曾受疫情影响 现在则逐渐回温 而且由他投资开设的 手摇饮料店 将开设两家新店 台告诉记者 本地有很多手摇饮料店品牌 但市场庞大仍有商机 不排除日后 也会在新加坡开店 此外 平时喜欢与友人聚餐的他 前段时间还曾和李国皇 林湘平等人捧过面 而谈到那次聚会 王正复则说 那份情感根深蒂固十年 一见面 画下字就没有办法听 已经犹如家人 在他看来 老友肩膀上的壮担越来越多 李国皇是李家的一家执主 开了经纪公司 制作公司 有三个小孩 但他依然在业余事业上 如此平波 看到老友这样 他就觉得 对方是很好的榜样 也盼未来有机会 跟老友再合作 至于未来有什么人生大计 他说 不免俗的 希望自己与家人 出入平安 身体健康 业余和残影事业 不敢说要肥黄腾达 赚大钱 但希望能平胜 不难看出 王建傅是一个奋进 有执足的人 而在这样的状态下 相信他一定会 如愿取得更好的成绩 也能给儿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 下次视频 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一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一记 敬请关注哦